他们认为这个圈可能会刷得比较 就是二圈还会含水 对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上一把也是这样 萨萨感觉有点像被别人追着打 没地方去 所以现在天龙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 没有 这个时候就扎 现在悟空所在的位置 就是那天佩洛的位置 就是悟空为什么会来这里 就是因为那天佩洛吃辣 大家都懂就扎就是扎 你不扎没地方去 但是作为末之顺位的队伍来说 可以稍微卡一手 这面CTG想收飞 往上的一滴血 被打了两个 被以下了两个 火力车信心来了佩洛 直接直接反打 关键是炮炉的炮炮只有一滴血 黄一银反杀炮炮 怎么说 CTG直接列大开 我昨天还有看到说 黄一银我也没有觉得他是个枪男 现在大家应该懂的 黄一银巅峰的时候 我只能说 他目前 他是不是 好像是最年轻的 最年轻500杀 500杀 好像是19岁几百天来着 我给忘了 是的 这边十一兽一看 打起来想占点便宜 结果被补了 这一波 沐洛 沐自立一看能操作吗 这位置已经被锁定了 探头出来 没问题 黄一银 这一波拿到三个淘汰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第一把埋下的伏笔 你第一把上去就扎 反过去找机会 但其实这个 就是你跑动的这一面 其实有一点 这个有点太大胆了 是的 你再多跑跑 但凡FTY去看你一眼的话 你这个位置要被连打逮捕 小鬼想坐实 嗯 而那边这个分部啊 想冲FM 你得先通过沉没的一波席 先看这一波 17是装点 小同事将小打量 净直开到FM的脸上 这两分 对于FM来说是可以收的 我没有想到 居然是来了这个山上面的是17 对吧 就是你要撞这个山 这个港亭 天露肯定是第一道防守大闸 是的 我一开始以为来的可能 防守SMS Pero是一波拉过来 哎呀 这个顶围墙有点危险 嗯 还好落地是利用枪线 是压制了一波 天地底这个雷掐的还不错 对方也许是 先切的话应该就是右上了吧 嗯 是的 哦 SMS 这里是接了KRG 小萱停车了 中斯哥这个厕所 前去厕所怎么的 这个要等队友了 就是收下来 因为KRG的这波进攻 其实系统打的是有点 也是被迫的 是的 这是一波被迫打的一个进攻 因为前两名队友往前顶的时候 队友另外两兄弟还在后脸架着 其实这个点你根本架不住什么东西 是的 因为距离比较远 你第一时间爆点失误了 嗯 就是爆车后有人 但是不是这辆车 我这个雷和火 小路还是拿下了零数 是的 但这波肯定要往前顶了咯 因为现在崔潇跟堂弟弟的那个双反的位置是没有办法支援的 是的 等于是孤立无援 只剩下七七的进点 面对4M4个人的进攻 还没找到 嗯 看到了 没有问题 总共选借过是拿下来的 这个时候再过来 其实就是等于是给4M送风了 是的 这个没办法 是的 就是对于天霸 他天霸来这个位置 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 也没有想到就4M是满边在这个地方 是的 但是4M在这里的信息 我觉得不少 因为之前十七给过这个信息了 对对对 福文没调过人嘛 对 对 对对对 福文没调过人嘛 天霸在拳边的一个缠斗 嗯 迪克雷的脚下 考虑是收下2TB的分数 但是SMS的人员编制也不是很多 只剩最后两个人给到P港里面这北边 因为他现在从三仓那个位置 他是城里面最能动的队伍 对对吧 南边没人能限制嘛 是的 而且福文也架不住 福文现在也不会去管 是的 福文现在肯定他先管城外的 他把北边的分数给收了 从位置上来讲 福文是目前 大概率要扎了 因为这个蓝白之间 你还要再持续的找SMS麻烦的话 你自己肯定会杀了 我觉得就是边跟圈边打吧 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时候TMA千万不能挤 什么 对吧 对 只要先稳定稳定的打 淘汰封就好了 是的 来了 先一步走一步看一步 先来收费战打一下 哎呀 啊这个是真没办法 还是贴了一个人 能引掉吗 牙皮 但是已经进入到了城内的这个枪线当中 是的 我是觉得他还不是先贴这个收费战的马路对面扔波雷 对 制动距离嘛 旺仔也想贴 但是再往前 你看看了厕所了 就FTY这样打 他就从马路对面先 马路对面收费战先这样打过来 就很合理 嗯 应该 就如果说 天梅这么也这么打 他甚至有机会能吃到FTY的分数 是 那边江阳也是被龙宗玄抽到了 DT在尽力的K这个分数 匆匆倒地的位置 小童是能救的 好 想直接开椅 FTY直接过来 想要收割 没问题 打了一波提前枪 但是考虞是左接摁到底的 两败俱伤 但是天路两个兄弟的血量也不是很多啊 这是小童顶住压力了 小童就把拉枪很快 CC108被烧得大残 救不了 还是会被带走 这样的话只剩小童一个人 已经进入到吃排名分的阶段 好 黄之龙波到了NHP旁边 没错 你们二圈那个切脚太极限了 一个背三 哇 左子轩 这就是左子轩 哇 反秒 这就是左子轩 是的 他的这个拉枪就是这么神奇 关键是这个信息给到FM了 最高点 DDT收缩到圈辨的防局 这波是要扛压力的 小童在侧翼其实还帮了忙 打到了柏梁 但是弗兰宁的补枪很快 柏梁能救 这把FM已经七个淘汰在手上 Pero已经杀到第七名了 是的 他又回来了 哈哈哈 真的很神奇 好吗 他又回来了 他前两天打完 他也算是在末之位的队伍 他被咬住了 把FM的唯一的那个威胁包 可以直接处理掉了 是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就如果Pero拿下这里 他就有了一个 就是说上大分的机会 是的 小左 城内的人 哎 你爬出来这分 可能要拿掉啊 左子轩 对方不爬了 不给分 左子轩先看城内的人 看还有没有得分的机会 反正过点这边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是的 这边队友已经准备要攻了 左子轩要赶快过来帮忙 毕竟你是大哥 你是核心 对不对 没错 你看到了 在微笑边缘 1897 我王冯 这个位置 Groda是连打代补 不给大左老师机会 太狠了 看到左子轩是直接补了 是的 补掉他 我们就赢了 是的 看一下 黄冯接口拉出来 被打了一项一滴血 Summer 想Pick 吃到蓝圈了 哎呀 1897 这里Summer的整个的角度卡得非常的死 是 被闪到了 盆倒一枪 黄之龙直接补 这一分 还没有拿到 是的 关键是蓝圈没有收缩了 还有50秒 能救 Hero已经是顶到了第七 没错 而FM是整体将 注意力放在北边的悟空 先把悟空解决掉之后 场上四支队伍 DTT又是满边在城内 这把DTT也能上分 这个圈 这么大一片过点 太 太 这个优势是真的比较大了 没错 我扣扣一个手段是把Spaceman炸倒了 哇 1897又喷了一个 但是能就 都能服 是的 都能服 GFM因为刚才的 就是一个大击了 就这把吃鸡 起码是10个淘汰以上 应该是10杀 是的 你看这部内部 FM是把阿托姆打倒了 但是GFM跟DTT正面已经有一波冲突 现在GFM就想了 我就去跟DTT换身 是的 就是山上你吃任你吃 这波我抢个第二 对 但是GFM只剩最后一个人了 Summer 过点 但是已经血量很残了 再过来补枪 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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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尽力 4打3 DTT这把也尽力了 拿到一个第二名 提前MyWay已经到了马路过点 很主动想拿分 但是高兴的一把Groza把阿伟打倒了 但是人数上依旧是有优势 包括先杀身 出问题了 为什么要下去 就是满一个就够了 一个就够了 但是由于蓝圈问题 龙曾远点放到高兴 还是最后一个人稳稳拿下 这波这个时候不能上头 呃 就卡山上就好 是的 等蓝圈 因为有梅花庄的 这个根本不及 是的 六一还努力 我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如果你在山上架死 对方觉得没有机会 他就会觉得不给分 是的 恭喜 FM